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下個禮拜是國際賽日,所以我們很多球員會去國家隊集合 但大家都知道我們最近的表現都是反反覆覆 究竟有多少球員仍可以入選到國家隊,有多少球員落選 這次會和大家分享一部份,還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我印象中是比較少發生的 首先說一下,福仔最不想發生的事就發生了 近來他的表現,落選英格蘭國家隊也是可以理解的 儘管看看收夫基是怎樣說的 他說他跟其他球員一樣,位置上高,要爭促 究竟他這次是入選了,或者落選也好 每個球員還有很多機會在季尾之前和下一季的季初 可以表現爭取入選國家隊,說真的就是 最終能不能夠踢世界盃 他就說,我也知道拉斯福特現在困難的時候 他肯定不是他最好的狀態 但在世界盃之前仍然有少許時間 在世界盃之前 我們很清楚知道福仔是一個什麼球員 我也知道他能夠帶給我們什麼 因為特夫基曾經說過他會以狀態行先去選球員 所以他不選福仔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英格蘭國家隊裏面有我們的隊長 麥加亞 大家都知道他近方真的是一般 但為何由選他入選呢? 收夫基也有說 他又說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不選麥加亞 在我們這個球隊裏面 因為他很重要 我們在世界盃的 上一屆世界盃和上一屆的歐國盃 這球隊是很重要的我們的正選選一人 所以我肯定他是我們其中一個最好的中堅 究竟他在英格蘭國家隊是否最好的中堅 我想大家可以看英格蘭踢球就知道 不過這樣 其實我能夠明白為何收夫基選麥加亞 為甚麼呢?因為 老實實 他在曼聯踢球的時候 就很混亂 他踢英格蘭國家隊 又好像真的沒有怎樣派交 所以說真的 站在收夫基的立場 他代表英格蘭踢球的時候一直都可以 我為何不選他呢? 除了麥加亞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球員 英格蘭門將 Jordan Pickford也是一樣的 他很多時候踢愛華頓 就經常會派交 但是他們英格蘭的隊 又是沒有怎樣犯錯的 所以我就理解到 收夫基站了一個國家隊的立場 你當我踢的時候都沒有甚麼 所以我就繼續選你 老實 福仔入選不到 我想大家都會是預期之中 但是 最奇怪的是 連新組也入選不到 收夫基也有說 新組入選不到 收夫基也有說 他知道新組在曼聯的表現 就好了 但是他要競爭的位置 實在相當大 包括有甚麼呢? Stirling Saka仔 即是阿仙奴 Phil Foden Jack Grealish 都是跟他相差一些類似的位置 所以由於競爭太激烈 所以沒辦法 他就不可以選到新組 這是收夫基所說的 所以究竟收夫基是否雙重標準 明明兩個狀態 近方都不好的 麥加亞和福仔 但他選了麥加亞 老實 我自己估計 他也要看狀態 但也要看 究竟他對他的信任度有多高 明顯地 他是絕對信任麥加亞 但對於拉斯福特 可能也是一半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入選了 大家都記得 福仔也不是正選 所以他得到他的信任度 肯定沒有麥加亞那麼高 好了 至於甚麼怪現象 我想跟大家講講 英格蘭國家隊 今次國際賽日 徵召將會對著瑞士 和Ivory Coast 即是敗利那隊 只有兩個賣聯球員 就是麥加亞和索爾 說真的 只有兩個賣聯球員 已經是比較少見 但是 竟然 有另一隊國家隊 的賣聯球員 是多於英格蘭的 大家比一秒鐘時間 大家猜不猜到是哪一隊 我想大家都很快會猜到 這隊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有三個賣聯球員 包括斯朗拿道 大家猜到 班奴也能夠預計 達樂志也入選 因為我記得他有一兩次沒有入選 但現在 就在大軍名單 達樂志也希望 今次重要 這個世界盃的附加賽 究竟他們可不可以 晉身決賽州呢 真的要至少問幾隊球賽才行 好像其中一隊 就是意大利 所以 情況老實實 不是太樂觀 但是 看看 我們三位萬聯球員 能夠幫助葡萄牙 進入世界盃的決賽 決賽州 其實都很可惜 因為葡萄牙在近幾年的國際賽事 都看得不錯 但今次都要做到 踢附加賽才行 大家還記得 我今早 介紹過的Patrick Shake 好像跟他們要打附加賽也有些關係 OK 還有 還有一隊要跟大家說說的國家隊 就是瑞典國家隊 因為 為什麼呢 除了他們的隊長 是我們的球員 連特洛夫之外 還有另一位球員 我們都很認識的 就是 艾琳加 艾琳加 Ellinger第一次 入選 瑞典大國 之前一直都在看U21 我們看看瑞典國家隊的領隊 Jane Anderson 如何說她 我們一直都有跟著 艾琳加的發展 她在這個球會 或者在我們的U21隊 都有很多正面的表現 她是一個很快 亦都是一個 可以在進攻上去到很深的球員 最重要是 她是一個很有入球能力 我們近來都跟她有些接觸 希望她可以來到這個國家隊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事件 也希望她可以在這裡 繼續發揮她 足球的 國家隊的路程 瑞典將會 跟葡萄牙一樣 打這個世界杯的福家賽 他們的對手就是這個捷克 所以我們看 如果有看瑞典對捷克這場球 就可以看看 捷克的前鋒 跟Patrick Shake 也可以看看我們兩位球員 連特洛夫和艾琳加 究竟怎樣 另外盡信帶一提 伊巴希莫域 她之前說是重返瑞典國家隊 她這次也有入選 其實我覺得都挺有興趣看 如果Ellinger 拍著伊巴在打前面的話 我想都幾吸引 因為Ellinger的打法 跟伊巴當然是不同 但是我又覺得 可能可以獲得 好了 今次來到這裡 當然還有其他球員 入選國家隊 不過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現象 真的不知道大家覺得 怪不怪 萬聯的國家隊的角角 竟然最多那隊 就不是英格蘭 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 謝謝